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紧邻东海大学的台中工业区 十多年来经常排出恶臭 日前台中市环保局连续五个月 到校园采样七十四次都闻到了异味 也检测到悬浮为例超标 不过相关单位却迟迟无法改善问题 东海师生现在发起千人连署运动 要求将污染工厂赶出工业区 吹着强劲北风的东海校园 反抽气联盟摊位前大声工强力放送 要同学们一起来连署 把恶臭赶出校园 留言板上大家共同的心声也是恶臭 听到连署要把排放污染源的工厂赶出工业区 同学们认真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连署人数突破两千 毕业的校友带着孩子一起来连署 工业区的恶臭东海师生忍受了十几年 他们认为体制内协调没有用 要采取更激烈的围场手段 要求全面检讨都市计划 反对工业区与大学校园为零 这些污染通常都是工业区他们在制造他们产品的时候所排放的废气 然后呢 其中有像是pm2.5细旋服为例 这可能会造成肺腺癌 然后还有很多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希望市政府重新检讨他们的市政规划 原本工业区就不应该设在东海大学附近 而且当初设置的时候也没有缓冲区的设置 那这都是非常危害市民还有东海师生的错误 台中市环保局今年连续五个月 巡查东海大学校园74次检测超标 也多次开罚 但还未达重大公务标准 工业区中区管理处强调 厂商违规行为未达勒令停工标准 只能辅导他们改善生产设备 赶不走污染源 地方政府制定严格空污标准遭厂商强烈反弹 东海师生这次发起的千人连署 如果工业区没有善意回应 将在12月23号举行围场大游行 发起这次学生运动的主办单位 将活动定位为学生 对上追求利润的厂商业者 一场争生存权的抗争 记者黄泉任彭万群台中报道